伊朗當選總統魯哈尼呼籲人民繼續致力於法律 以便在伊朗建立和平和穩定 這是魯哈尼星期五選舉以來首次發表電視講話 另一位混和的神職人員星期一表示 在保持民族志豪及國家利益的道路上 他極為需要人民的幫助 魯哈尼出人意料感獲勝 被很多分析人士看作為公眾對競選中的保守強硬派的否認 魯哈尼是伊朗前首席核談判代表以及改革派支持的候選人 在清點的近3700萬張選票中 魯哈尼贏得近1900萬張 得票率略微超過50% 在另外五名候選人中 最接近魯哈尼的是德克蘭市長卡里巴夫 他的得票大約16% 而這次選舉的投票率超過70% 在這次選舉的投票率超過70% 使用學前轟 길定 但是連立! 狂東尺 是法後的努力 照論 應用很少 為選 以法